哇 这多烤 辛苦了 大姐 辛苦了 4月3号上午的地震 基隆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但仍有零星灾情 市长谢国良率领消防局长尤嘉义 及都发处长谢孝坤 和建筑师工会等专业单位 前往各区刊灾 信义区方面 市议员韩世玉和民众向市长反映 国有的围老建筑 已经影响到周边的民宅安全 市长谢国良仔细聆听民众心声 也指示区公所等单位 尽快协助处理 你把资料准备一下 下礼拜一财政委员会 应该是部长要来 你请他找我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市长 勘灾脚步马不停蹄 市长谢国良再到暖暖区 了解黄烙石博物馆墙面断裂 以及一处大型社区 后面山坡岩石滑落 暖暖在地议员林敏勋 连恩典 陈冠宇也都到场关心 市长谢国良指示相关单位 分工合作来设法解决问题 分工一下好了 你们去设一个即时监测 即时监测 然后把监测的入口 就是连结发给所有人 想要看大家可以点进去看 时时都会有人看 这两个有了 我们最起码可以做观测监测 里面防水部 你弄监测 连结到时候给大家 我们到时候就可以 可以是监测 另外包括中正区有两栋楼房 有瓷砖剥落的零星灾情 市长谢国良也带领局处首长现场了解 透过现场勘灾 市长谢国良带领团队掌握最新情况 也指示各单位妥善处理 来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记者 陈淑平 基隆报导